7點21分早安氣象時間 今天外出上班的時候 傘還是要記得帶著 雖然說相對於昨天的雨勢來說 今天的降雨是有比較明顯的減少一點 但是今天在北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短暫的震雨 主要的降雨的時間 還是落在了午後雷震雨 受到整個熱力作用的影響之下 降雨容易會出現 短延時強降雨的這種較大雨勢 包含在各地的山區 還有南部的平地 午後雷震雨一定要特別留意 而到了8月1號開始 明天就會受到 整個卡努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在北部還有西半部地區 就會出現一些短暫震雨 接下來當然就要關心 卡努颱風的最新動向了 我們可以看到卡努颱風 目前距離是台北東南東方 大約是1170公里 相對於昨天來說 它的速度現在是有放慢一些 是以每小時22轉17公里的速度 向北北溪的方向來前進 而且它今天開始就會逐漸轉向了 在昨天的時候 它已經是增強為中度颱風 目前整個七級暴風圈的半徑 是達到了250公里 有沒有可能持續增強為強度颱風 氣象局認為機率是比較低一些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到的 就是它的路徑方面了 其實原本大家都認為說 它通過了琉球群島之後 就會直撲到大陸 但是最新的各國路徑圖 卻有不同的分歧 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發現到在日本 歐洲 還有加拿大 逐漸是認為它通過琉球群島之後 就會往東北方向來 這當然也會影響到 對於台灣的這個距離遠近了 如果說它比較往南偏一點的話 對於台灣就會比較近 整個外圍環流掃進來帶來的水氣 也會比較多 但是如果真的是往東北轉的話 當然對於台灣的影響就會比較小 未來都還要再持續觀察它的路徑 只是目前氣象局仍然是預估說 它在明天整個外圍環流 就會逐漸的影響 所以我們剛剛說到了 整個西北風明天吹進來之後 北部還有西半部 降雨會變得比較明顯一些 到了8月2號 整個西南風逐漸增強 中南部的雨勢也會慢慢的出現 但是這時候 東半部仍然都屬於被風測 要特別留意的反而是焚風 到了8月3號到8月6號 則是降雨比較集中的時間 整個降雨熱區就會轉為中南部 我們可以發現到出現 紅色以及橘色的等級 中南部的雨勢就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在接下來的下一週 會受到卡努颱風的影響 整個天氣仍然是屬於不穩定的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再把時間交換此影